湖北省中医院皮肤科主任皮鲜明教授介绍,理想状态下的甲面应该是无纵横钩纹的。 所以,此外,维生素或微量元素缺乏也会导致条纹束线。 如果指甲上出现下面这些束纹,就要格外注意了。 它们竟然是大病预兆,千万要小心。 不少的指甲上都有或密或数的棱状束纹,这种情况如果是短时出现,并很快会消失,通常是由于用脑过渡,太过操劳,睡眠不足,解决办法,此时应该争取多些时间进行休息。 如果束纹一直存在,则可能是体内器官的慢性病变。 首先是消化系统功能不好,营养不良。 还有专家认为,指甲上有棱可能是缺钙引起的机体免疫力下降。 另外,有些指甲上出现横纹,多数情况是生病时自然生成的。 解决办法,如果束纹较小关系不大,只需注意规律饮食,营养均衡即可。 有黑色束纹干肾衰弱,体内有毒素中医上认为指甲是依赖于肝血和肝气的荣养,肝肾的生理机能的旺盛与否可以从指甲的色泽和形态上表现出来。 所以,通常认为,如果手指甲上出现了黑色束纹则可能是肝肾机能衰弱,毒素寄存体内的征兆。 解决办法,多吃补肝,补肾食物,如高蛋白质食物,鱼类还产品,豆类制品和奶制品。 有蓝色束纹如果束纹显蓝色,则说明身体缺氧,这可能是肺炎等肺脏感染迹象。 解决办法,多食用养肺的食物,如香梨,葡萄,石柳,萝卜,银耳等。 维生素A缺乏也会导致手指甲树纹出现明显增多,此时可以多吃一些含维生素A多的食物,比如,梨,苹果,枇杷,桂圆,杏子,荔枝,西瓜,玛齿菜,大白菜,鸡菜,番茄,茄子,南瓜,黄瓜,菠菜,绿豆,大米,胡桃仁。 可能是真菌感染 如果指甲上有斑点,说明可能患有脚血、牛皮血等真菌感染的皮肤病,应及时去皮肤科就诊。 儿童的指甲上长白色斑点比较常见,可能是因为缺心或肚子里有虫子。 容易断裂或因干血不足如果指甲十分柔软,脆薄,易断,指甲容易和甲床分离,很可能是干血不足,需要适量补充钙,蛋白质,胶原蛋白等,可多吃肉皮,皮筋,猪手等。 此外,指甲周围如果频繁出现毛刺,多位虚症。 指甲变干,变脆,容易开裂或折断,指甲甲床畸形等,还可能是甲状腺疾病等常见疾病所致。 凹陷当心牛皮选塔玛拉·李奥博士说,指甲出现凹陷或起皱的情况,要当心牛皮选或延性关节炎。 有研究发现,有10%的牛皮选患者,最初症状就是指甲出现开裂或甲床凹陷。 甲床发红警惕心脏病如果指甲甲床发红,要当心可能患有心脏病。 如果呈现灰白色或白色的话,则说明血液中红细胞偏少,很可能是因贫血导致的。 需要提醒的是,美国内科医师协会的发言克里斯丁·莱恩明博士表示,上述指甲变化只是表明身体出现了某些健康问题的征兆之一,病情的最终确诊,还需要经过更详细的检查和诊治。 指甲其他病变情况,不可不知。 一红斑甲指甲下有红斑点出现,说明毛细血管出血,其成因可能是由于高血压、皮肤病、心脏感染或一些潜在的严重疾病的存在。 二白色斑点 胃紊乱也会出现点状白点。 三白色指甲一般营养不良的容易出现指甲苍白的情况。 如果指甲突然变白,则常见失血、休克等急症,或者是消化到出血等慢性疾病。 纵钩甲许多操劳过度,睡眠不足,神经衰弱,会导致指甲出现纵纹,应特别注意健康状况。 如果纵纹一直存在,则是免疫功能差,体内某些器官存在着慢性病变,有可能是肝病的先兆,老年的指甲如果出现纵纹,多是长期神经衰弱,机体衰老的象征。 纵纹身粗者,表示一次严重的疾病。 纵钩甲出现纵钩甲一般是营养不良,也可能是熬夜,吃饭不规律造成的。 指甲纹多解细者,多鉴于长期慢性消化系统疾病。 饮食稍不注意,就会出现腹痛、蟹蟹等症状。 黑斑甲黑斑甲比较严重说明身上可能有肿瘤、坏居,表示脑部血液循环发生障碍的征兆。 一般右手指甲出现,表示左脑有问题。 亲子指甲轻指甲为重寒症,轻黑则病情为重。 常见缺氧,瘀血患者。 供血不足缺氧,动脉硬化,血质高,胆固醇高。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副教授赵燕介绍,指甲的保养,一离不开健康饮食,二药经常锻炼身体。 饮食方面,除经常食用具有补血作用的食物和药物之外, 排序补充奶类、蛋类、豆类、鱼类等优质蛋白,以及黑米、黑木耳、坚果等食物。 此外,由于手部处于全身经脉交汇处,平时应多注意手部的运动, 尤其老年可以玩玩健身球、搓搓和跳,经常甩甩手。 平时要经常走动,行走时用脚趾抓的,可促进脚部血循环和指力。 指甲上出现上面这些树纹竟是大病预兆。 如果您的指甲上有树纹,那就一定要及时地调理了。 指甲上的健康密码,不看会后悔。 快发给身边的每一位好友看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